一年生植物是指在生长季节内完成从发芽到产生种子的生命周期然后死亡的植物 这与多年生植物形成鲜明对比 多年生植物是指寿命超过两年的植物 多年生植物能够存活多个生长季节 并且可以存活多年 生长季节长度和生长季节因地理位置而异 可能不符合一年中的四个传统划分 春夏秋冬 决定一年生植物生长季节长度的因素包括 1.地理位置 一年生植物的生长季节的长短取决于其地理位置 例如在北半球 夏季的生长季节通常较长 而在南半球 冬季的生长季节通常较长 2.气候 一年生植物生长季节的长短也因气候而异 例如在温带气候下 生长季节通常比热带气候下长 由于纬度海拔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生长季节长度和生长季节因地理位置而异 例如在北半球 南纬地区的生长季节长度通常较长 而北纬地区的生长季节长度通常较短 这是由于地轴的倾斜导致夏季太阳光线更直接地照射到北半球 导致日照时间更长和生长季节更长 同样由于海拔差异 生长季节也会因地理位置而异 种植一年生植物的优点 一一年生植物很容易生长 需要很少的维护 二一年生植物可以种植在狭小的空间 如盆子 窗花香 吊篮等 一年生植物可以种植成各种颜色 形状和大小 种植一年生植物的缺点 一一年生植物每年必须重新种植 二一年生植物亦受病虫害 以下是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种植的一年生植物的一些范例 一向日葵 Helianthus anis 这种植物原产于北美 但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位置种植 二番茄 Selenum lycopersicum 这种植物原产于南美洲 但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位置种植 三胡椒 Capsicum aneum 这种植物原产于南美洲 但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位置种植